大家好,我是飞飞,今天是1月24号 那在新年头一个月,美股是上演了自2020年3月以来的最惨烈的暴跌 那继上周接连下挫之后,今天一开盘,三大股只集体跳水 那道指盘中跌幅一度超过千点,遭遇七连英 标普白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一度跌入下调超10%的回调区间 但是在尾盘,美股却实现了V型反弹 三大股指收复了此前的所有跌幅 道指收涨100点,标普白指数收涨0.3% 纳斯达克指数转而收涨0.6% 那么从这一轮暴跌当中,我们观察到市场现在的一些什么特性呢 首先,虚拟货币现在俨然也成为了一种风险资产 追随宏观经济政策,高成长股票的波动趋势 比特币的市值在24小时内蒸发了1300亿美元 如果和去年11月的历史高位6万8一个币相比 现在的价格几乎腰斩 不过对于资深比特币玩家来说 这种超过50%的跌幅是屡见不显了 从09年以来已经有8次 这个虚拟货币的波动性可见一斑 另外,市场波动异常剧烈,今天道指的涨跌幅度超千点,多头空头之间的博弈剧烈 美股最高调的唱空者之一,摩根士丹利的美股策略师Michael Wilson是引用美剧权力的游戏的台词 说Winter is here,美股的寒冬已经到来 他认为联储的紧缩货币政策和上市公司的盈利增长放慢 将让美股的市值蒸发不可避免 周末投行高盛市预期联储今年加息可能不止四次 到今年7月就可能开始缩减资产负债表 收紧市场流动性 那在疫情期间联储是放大招救市买入各类债券资产 这让它的资产负债表已经膨胀了超过一倍至9万亿美元的规模 那本周二周三呢,联储将召开2022年的第一次议席会议 市场预计联储可能会公布最早在3月加息 同时在3月之前彻底结束上一轮扩表政策 另外呢,乌克兰的局势也在牵动投资者的神经 上周日,美国国务院是下令所有驻乌克兰的外交官及家人撤出 白宫还在考虑向欧洲派遣数千宾利 但是,华尔街多头却不认为这些风险因素会对美股的长期表现造成影响 对他们来说,下跌就是股票重新配置,进场的好时机 一些被超卖的股票现在急剧吸引力 他们仍然坚信美股长期看涨的趋势 到周一收盘,美股跌幅有所收窄 也被他们认为是验证此前市场过度反应的一个信号 那从近期消息的基本面来看 确实也并不都是坏消息 已经公布上个季度财报的标普500成分股公司当中 有超过七成的公司,盈利超预期 那在本周呢,苹果,微软,特斯拉,通用电器等都将公布财报 市场呢,也会更加关注这些大公司对于下一个财年 下一个财报季的盈利预期指引 对于下一个财产的盈利预期